大家好我是燕子 每天更新一道菜 今天有五花肉和蒜苔做好吃的 把蒜苔去掉前段粗硬部分 像這樣掰成小段尾段也不要 再清洗乾淨 控干水分備用 五花肉洗乾淨和切成薄片備用 再來切一點薑片備用 把鍋燒熱放入五花肉煸炒 炒至五花肉出油 表面有點焦黃石放入薑片 炒出香味 然後加一小勺鹽 兩勺生抽 兩勺料酒 再翻炒均勻 再把蒜苔加進來翻炒 開大火 大約炒兩分鐘左右 炒到蒜苔斷生即可 炒熟後裝入盤中 一道家常下飯菜就完成了 做法非常簡單 蒜苔味道脆甜 用來炒肉最適合不過了 多食用蒜苔有很好的抗菌殺菌作用 如果您喜歡也試試吧 好啦本期視頻就分享到這裡了 喜歡我的視頻就關注我吧 每日為您更新一道菜 每日為您更新一道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